Sony 你好 雖然很多觀眾對你兩三年前那首歌都二熟為長 不過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叫Sony Chan 中文名是陳銘倫 今年42歲 以為是相反24寸 我是34 你和我的首歌都比大比 很小時候去了法國 十一二歲的時候 一邊跟家人移民 其實本來我一直讀書的時候 打算做建築師 也做了一陣子 然後就做時裝 最終都是受不了 30歲左右才覺得 原來一定要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們一向都是喜歡做表演那方面 那時候三十歲剛剛說 我想做表演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什麼 一人際會 機會出現了你去哪裡表演 沒有的 其實那個時候 是自己開始在法國 認識了一些娛樂圈的朋友 娛樂圈 在法國娛樂圈的朋友 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初初又和一些女演員朋友 做一下他們的風格 或者幫一些舞台劇 又設計一下衣服 設計一下衣服 然後就先做後面 對 後來就有一個製作者 就見到我說 怎麼這麼想做表演的 結果其實又先唱歌 在比利時唱過一陣子 反而先唱歌 對 唱歌先的 對 唱歌先的 可能難聽到嚇死人 後來又拍過一些劇集 劇集也有 對 當然不是做主角 也有對白的 拍了幾個單元劇 法文的單元劇 對 然後就開始沒什麼事情搞的時候 就發覺原來 在法國有很多地方可以做董督少 那些酒廊 那些 你是不需要本錢的 你拿著自己上台 上台 你自己寫了稿 那樣 我覺得已經可以了 可以很獨立 又有工作 那一做搞笑這件事 就開始發覺傳媒就留意我 開始就做電台 然後做電視 那時候會說真話 做法國的 是不是暗了眼睛 對 然後自己轉暗 突然會突然會突然會浪漫 對 很奇怪 我們這些體能感應 很邪 很有情調 其實這件事很神奇 因為我覺得 任何表演行業 都是不容易的 但動得更加難 因為首先 你一定要有一定的 令到人發笑 而自己又不會是笑 因為我說真話 我實際上也想笑 所以 我也想做獨督笑的 因為我曾經上台表演的 但我覺得是很困難的事 但你為什麼會想著做 即是初來唱歌的 但是 為什麼會想著 用獨督笑的方法 和公眾人溝通 其實那時候好像 馬死落地走 那樣的 因為自己是真的很喜歡表演 但是當你又唱過歌 又拍過劇 跟著然後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那你怎樣呢 那我就發覺 原來 就是在巴黎 真的有這個市場 有很多的酒廊 是很歡迎新人去試 那我就覺得 不如試吧 那你失敗了 其實也不是很多人知道 那你真的覺得 如果是很不喜歡的 或者是不成功的 以後就不做 但是 一踏上台做第一部分 和獨視的時候 反應很好 是 很好 大家都說 你一定要繼續做下去 是 但是第一次出台 一定是法文 法文的表演 是啊 我是這次才能做廣東話 真的嗎 第一次 回香港才 第一次做廣東話的表演 是啊 很緊張 很緊要 很緊要 很緊張 大家覺得法文的 法文的獨督笑 整個文化 整個表演方法 可能和我兩回事 兩回事 是的 你覺得廣東話最難的 是什麼 我想 就真的做了才知道 還有 但是會不會有些笑話 是我們想著 我法文有個笑話 反應不到 大部份都反應不到 應該是無法解決 反應不到 反應不到 我想你拿最好笑的 廣東話的動督笑 你拿來 就算翻英文 都已經是一回事 已經是一回事 沒錯 因為其實笑 幽默感這件事 是和大家文化背景很有關係 是 如果你和文化不融入 你根本不會讓人笑 是 是 好 我們要講一下兩三年前的事 一首歌 罵六八九 恐怖二號 問候一下 Sherry那個節目叫什麼名字 Fully Passager 即是路邊夾月丁 即路邊特別人 Crazy Passagers Fully Passager 就是一個過度性的瘋癲 即是叫過度性瘋癲 即不是說由頭瘋癲到尾 由你出身到你死為之 Fully Passager 去這個 Passager 不是Passager 它是Active 是的 Fully Passager 即是過度性 瘋癲一晚的意思 即是大家開心一晚瘋癲一晚 是的 那你上去之前 是不是已經準備好 我就唱你六八九 還是在你現場才即時做的 不能即時 字幕都打出來 我有字幕的 應該是整頂的 其實那時候電視台 就給我一部份 他就說 不如你驚喜一下那個嘉賓 找他最喜歡的那首拍敏歌 大家唱卡 OK 但突然間會變成廣東話 是搞笑的 他就說 我們喜歡填什麼歌詞都可以 那我就跟他們說 我說我會填一些 都敏感性的東西 那他們覺得 有哪個人會聽 在法國這麼少 即是說廣東話的人 但大家都忘記了 現在這個世界 就要有Internet 是的 就不知道 有一個 我想是有一個 在巴黎的香港記者 他就不知什麼 一傳傳 然後這個影片就爆發 那一爆發 大家就害怕了 我是第一個害怕 我覺得 我搞笑了 突然間好像很大件事 是 是 那又令到我覺得 原來現在香港人都很想有人出聲 是 絕對是 絕對是 原來說少少東西 大家已經覺得 哇 好像大發人心 很大迴響 那我覺得 是 希望所有藝人都有那句 說那句 絕對是 絕對是 你知道香港其實 香港也有一些經典的董督少的人 王子華 林海峰他們 他們的董督少 通常都加上變化 亦都可以說一下政治問題 但是 我都明顯看到 紫華哥近年的政治話題 是少了 但是我不知道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我覺得可能是 其實 就是香港的 所謂的 藝術樂界 都開始有受到少少政治因素的影響 有啊 還有 我覺得大家都有給壓力 好像譬如我今次 做這個廣東話秀 我也問了身邊很多香港人 我說你們有什麼題目 喜歡聽 嗯 問十個有九個都說 不要說政治了 反而你怎麼說 是啊 我會覺得奇怪 我不是住在香港的 我也有時候想想 不如關心一下 或者有什麼生下 笑一下也好 但是反而我覺得 就是我身邊很多香港 住香港的朋友 覺得是 或者好像 可能覺得 是不是很無助呢 就是 不要說太多了 怕事 怕你傷心 亦都我覺得怕煩 怕煩 因為說那個是我 說真的 對 對 但是我想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覺得 是不是大家困在死局呢 或者 說來又怎樣 變成我自己又覺得 好像有點尷尬 因為我又不是住在香港 我又拿法國護照 如果你都不想我說的時候 其實也會有一點影響 會有 因為其實很多 我覺得有部分香港人 就有些抬戀政策 是 絕對是 香港就沒有了這件事 絕對是 那變成我也是 其實我這次反而 我都說很多很私人的事情 希望以一個 不是政治的角度 但是給予一個 香港的identity 大家 就是 希望大家 各位朋友 會覺得 為什麼一個80年代 離開香港的人 個心都還這麼喜歡 這個地方呢 其實這個地方還有很多優點 我們香港人還有很多特質 是很值得珍惜的 是 是 這個是真的 所以這次的show Sony Chan 那個title是什麼呢 這個show呢 這個show名叫做 熟女心經 法風騷 法國的法風騷 我相信 法風騷就是法國的法 法風騷 OK 心經法風騷 正 但一個法風騷 就是說香港的identity 這個才是正 我覺得有時候呢 尤其是在現在這個時勢 可能 輕描淡寫 說一些很私人的事情 很個人的感覺 但大家會領悟到的事情 可能是 大家都會感覺到 而又不需要畫出場 我覺得 嗯嗯嗯 其實呢 做了那麼久一段時間的 你覺得在台上 要令到觀眾笑呢 那個 那個伎倆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 最高的境界是什麼呢 最高的境界 我都未接觸到 但是 很多時候呢 我發覺 我自己是喜歡這樣的 嗯 我就喜歡呢 首先 首先問一下自己 你有什麼message 先說 嗯 就是你不是說 大家 一味得膽笑 但是 明天你都不記得 昨天的show 究竟說什麼 我就覺得有點無謂 就是如果你是做一個show 我想首先你都要帶出一個message 給大家 然後呢 你真的有這個餡的時候呢 你再寫去 你再找一個角度 是令到人是覺得好笑的角度 來講這件事 不過呢 因為其實 發覺呢 真的很多 很多都笑的 是 很多人呢 就掛著上位啦 或者有些人呢 總之 隨便你們這些人 都不是隨便的 都很難 總之 哄得你們笑我就好 對吧 就是不要理會有沒有message 很多人是這樣的 沒錯 但我自己就不喜歡 我覺得 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人一個台呢 其實你都要尊重一個台 嗯 就不是說你 為了個人的利益啊 想紅啊 想賺錢啊 諸如此類 我要上個台了 你都要有些話想說 你才好上個台 是 其實呢 我今天跟Song來聊天呢 我完全不覺得他離開了這麼久 因為他說 幾多年 十一年沒有香港 十一年 但是十一歲 幾年 十一歲離開了 就離開了香港 為何你保持廣東話這麼好的呢 唉 我也覺得奇怪 那你是自己的母語來的 當然好 因為在那邊繼續有聽廣東話 或者跟家人有錢 都會說廣東話 就家人就一定說廣東話 好 還有 還有一件事我都很強點 我呢 就不知不知道 我是很自豪自己的香港人 嗯 很自豪 我也自豪 可能因為我 我小時候 80年代的回憶 我覺得 哇 香港人這麼厲害 那時候 那時候 迷很多明星 是 四大天王 還沒出來的 四大天王 那時候你是什麼 那時候是張國榮 我那時候是張國榮 張國榮 梅艷芳 是 張萬玉 那些 是 會覺得 哇 整個亞洲都看我們香港人的明星 現在就說韓國 那時候 你都不熟 韓國 所以我會很 proud 還有 你不要說 你去到外國 你一說自己 香港人 有一點點見識的 法國人 都說 怪不得 就是知道 你認識的 覺得你有教養 覺得你是 有中西文化 混合作 不同的 還有 其實法國人 大部分 都有去亞洲旅行 他們都很明顯覺得 中國大陸和香港是兩個世界 還有 大家的思想 代人節物的方式 亦都很不同 是 絕對 更何況 我覺得 不過以前的一代 我不是說你很遠 你也是很遠 對 很遠 我覺得我們那一代 因為我也是他那一代 我們那一代 是比較 比較廣闊一點的 知道的東西 真的 因為我們肯看很多的雜誌書 或者是 留意很多的新聞 現在的朋友 這些就是 最新一代 你最新的了 我已經 你都沒有最新的 我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超級 你都是90後 你都是90後 你覺得以前 其實 各樣東西的質素 都不差 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音樂節目 叫做 《新地任你點》 有 林憶蓮主持 沒錯 他播一些歌 他真的播一首英文歌 就播一首廣東歌 有時候播兩首英文歌 才得一首廣東歌 我覺得 我們那年輕的年代 甚至小朋友的年代 已經對外國的文化 已經很有興趣 是 還有 我記得我小時候 應該是 我想八歲左右 我爸爸 是大 即 放了工 回來 不知道買了什麼 原來是兩 黑膠 一隻 就是 Michael Jackson 一隻 是Boy George 我一看到 Boy George 我就說 可以了可以了 我好像可以按 很適合我 那時候你已經看到這個形象 對 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我爸爸 介紹給我 是不是 才更加大權道理 是的 那時候 我想因為八歲 我就看到這個 其實小時候 很多事情 你都不會是 你不會戴一個有色眼鏡 去看事物 你是很直接的 你會知道 你會知道自己什麼東西是喜歡 什麼東西是適合 什麼東西是不喜歡 什麼東西是不適合 然後你會看到那個Boy George 你會覺得 很棒 很適合我 對 整個家人都喜歡聽 我覺得 以前 尤其是我家裡 都算挺細化的 是的 即是我阿公 開房思想 我阿公那些 又在馬來西亞大 英文又很厲害 那種的 變成我小時候接觸的東西 都算是廣闊 是的 算廣闊 因為當年我很慘 第一次我朋友 我中一 有多少人 有人拿Boy George給我 我是女生 Boy George 是的 因為我不認識 我不認識 那我就說 是女生來的 但聲音那麼沙 那麼沉 當然很快就回家了 是男生 那我就覺得 為什麼男生可以扮女 扮得這麼漂亮 然後他之後就到 哪個 Spin me around 那個 是的 然後他又說 哇 是火熱 還要再誇張一點 那我覺得 哇 原來在英國 即外國歐洲潮流 是可以這麼中性打扮的 你不覺得 你不覺得摘田嫣義也很激嗎 其實也是 是嗎 很激的 而且當時 我覺得 即是 整個家庭主婦 他都不會戴有色眼鏡 他都不會戴有色眼鏡 哇 田嫣義很棒啊 化妝也會 是的 我覺得真的挺開放的 開放的 但現在如果你要數一些 比較上 很有個人風格的 藝術 真是少 少啊 少了很多 而且很多個人 現在很有趣的藝術 藝術出來就會被人問他的聖取向 就是 由少像 之前 啊 啊 啊 就是唱英國那個 一出來就被人問他的聖取向 當然他都沒有正式承認 但是他都 又不否認 又不否認 是的 很多藝術都會採取這個態度 那對於你來講 你都經歷了這段時間 在聖取向方面 但其實問你很多問題 一定會是這樣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去 然後怎樣去 那叫什麼呢 叫做 情緒 landscape 其實我今天都沒有解釋的 我其實很有趣的 可能因為我家裏都很自由 我覺得如果這個社會是給我們那麼多枷鎖 我就不要拿回這種事來給我家鎖自己 我就 가격自然 如果我今天喜歡那個人是男人的 那我就喜歡這個男人 但是我不想定任何東西 我不想定 雖然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明白 但是如果十五年之後有一天 我見到一個女人 而我又很喜歡她 她又很喜歡我 大家會在一起 我又不想說 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不想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說這個話 我就在這裡跟自己貼籤 如果我小朋友或者年輕人的時候 我是受這個類型的困擾 我不想用同一樣東西去困擾自己 所以我不定型的 你說你叫我陳先生 我又這麼開心 你叫我陳太太 我又這麼開心 就是我覺得是 我希望如果這個社會暫時給不到自由 我自己我要給自由 這句話說得很好 說真的不要給自己定型 給人標籤 經常被人標籤 就會覺得自己走不出一個框框的樣子 這也不重要 但是我相信你今天 今次過來香港 過海灣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任何困擾 沒有啊 OK嗎?這麼好啊? 集海關係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公務員 很懂得做的 我若干年前換這個身份證 明明寫著藍的 M的 是嗎? 是嗎? 但是她叫名字的時候 她看到我的樣子 是 她叫名字 她又叫陳小姐 她都好像 是否遺免我尷尬 還是什麼呢? 我都挺懂 懂得做 而且我今次過關回來的時候 連一個staff都沒有 一部Gate Scan 就是我把我的身份證 把我的身份證 拼上去 即是一通道那些 是呀是呀 很方便 其實我覺得香港某程度上 都OK的 OK的 這樣方便 好嗎? 那Sony 她去香港這次 雖然呢 你在法國已經有段時間的表演 那這次跟水果合作 是兩百場 那好像聽說 分別有幾場法文和幾場 是廣東話合作 一場法文 是啊 一場法文就是 全部就是廣東話 是啊 那我本身真的很想跟香港的朋友接觸 嗯 還有我自己從小到大 我想我的心願就是 想在香港做一些 就是entertainment 嗯 那今次 因為終於慢慢慢慢開始 有少少人 就是follow我 在社交媒體上 那我就真的很想達成這個心願 嗯 還有我覺得呢 和香港那些 就是和香港的followers的關係 和在法國是不同的 嗯 就是法國那些呢 他們是 哦 開電視 或者聽相機 哦 有我這個人出現 那就看吧 嗯 但是呢 他們又不會說很肉緊 或者怎樣 哦 我是你的粉絲 有時候又不會的 最多在街上 有時候遇到呢 就是啊 我都喜歡聽你的節目 就是很禮貌 很有距離的 嗯 但是香港那些呢 可能 可能大家覺得 我的性格很抵死 或者 為何去了外國那麼久 都還那麼掛著香港 變成大家那個關係呢 是很close的 嗯 好像大家 模型中好像是少少朋友的關係 嗯 所以我在這個show裡面呢 都很放我講很多自己心底話 嗯 喂 正啊 這個真的要把握一個機會來 不過已經賣成票了 聽說的機會 可以加多幾張椅子 我們看一下 加多幾張椅子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 但Shirley 我都覺得 你對一個你自己聽過的人 就是你自己也有聽過阿Sony的新聞 那你有什麼想問阿Sony 其實我最想問的是 其實你是11歲就去讀法國 那時候你去到是讀法國 會不會說很辛苦 因為始終一個外國人去到法國 我那時候都會 即是有很多旁人的眼光 就有一條線在中間 你那時候是入 Exchange Excel's Pro 哦 你都挺大一個 是 很大一個 上年 哦 那其實我那時候好在 因為我去那間國際學校 有很多其他國籍的人 那他們讀法文就快上手過我很多 嗯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都有一班特別班 就一群小朋友 希臘 意大利 英國 西班牙 大家都一隻法文字都不懂的 變了好少少 嗯 還有我又不是在巴黎 我去那些小鎮 啊 那些小鎮 那些小鎮呢 那些人又 低層多 他們又怎麼說 他們好像前世都沒有見過亞洲人 是的 因為很開心 很開心 他們一看到就會問你 可能關於你的國家 他們有什麼關係 會問你很好奇的 是啊 是啊 還有你覺得他們都很善意的國際 對 我想了解是一個新的文化 嗯 其實我也很幸運 我是一個很單純的環境長大 是的 是 鄉下 其實說真的對比很大 因為當在香港 當時也叫做一個好的年代 嗯 離開了一天去到另外一個比較單純的 就是小鎮的年 就是小鎮的成長時間 是的 回想說現在的香港 那個對比不是很大 其實你一對現在的香港有什麼感想 其實呢 很多香港朋友都跟我說了很多說話 也都叫我有心理準備 嗯 那自己看到新聞 有時候都會覺得 好像 一天一天慢慢跟自己認識過香港 就是遠離 但是我現在暫時回到日本 我到現在看到的東西 反而我又欣賞很多正面的東西 嗯 我覺得 你走到一個茶餐廳 聽到那些阿伯很禮貌 或者不是禮貌是很親切 他也未必是禮貌的 但是他很親切 就是那些感覺我是很失望的 很失望的 嗯 起碼喜歡喝香港奶茶 唉 我只吃北雲吞麵 我已經想客 哈哈 外國那些不同味的 真的 兩回事 兩回事 適時是巴黎黃街 他那些 即是香港的 你選擇水麵 那些他已經做不到 哦 而且他現在香港餐廳那個 真的不是香港人去的 是 溫州人去的 是的 溫州人去的 那在這段時間 回來表演的時間 同期 你有沒有想著 已經計劃 你要去看香港 在什麼地方 去了解香港文化 或者現在的市局 其實呢 我就因為時間很短 我首先呢 我要見回所有的朋友 變得很問 哈哈 是 因為我又回到小學同學 是 那以往暑假回來 又有些朋友 即是吃了廿年那些 那些 就被我的朋友罵了 因為就是吃飯 都排不到時間 有些 你有表演嗎 是啊 還有 我想我其實很重視這次 是 我是睡不到覺 是 很緊張 所以暫時 最初這幾天 其實都沒有找一些朋友 是的 等完了表演 要表演 要表演到幾天 即是 到3月8日 那我想 我頭頭那兩三場 我想我整天 都不會太做其他事情 即是專注一點 之後順了一點 那我就會讓一些朋友 跟進去 明白 因為明晚28日就是第一 28日就是第一場 對啊 對啊 你做兩個星期 一個挺大的任務 我覺得 是啊 當你第一晚回來的feedback 可能你又會再組織過 第二晚應該怎麼做好一點呢 是啊 其實我們做得這麼多年 我們自己做得好得好 心裡有數 是的 我真的很想聽一下 聽一下一次法文的讀讀笑 我有沒有機會 Youtube有沒有 有 有 有法文的 有 我先按回來看一下 因為廣東話 我按了很久 真的按不到廣東話 女生第一次才做廣東話 廣東話 第一次 是啊 明晚真的要留心跟上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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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很貴時間 很開心 見到一個回 不是叫回流 回到香港 去做show的 愛地的香港人 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跟學方有 她口中說她的identity 和身份 她還是白地交集 很多人在一起 對 很複雜 亦都很開心 對 我相信大家如果有機會 真的要去 如果還有飛買 是不是還有飛買 應該有的人 我們可以再坐得逼一點 加多幾張椅子 加多幾張椅子 因為我知道他們 一天是訪問聯絡安心 一聯絡我做訪問 怎麼說呢 買一整整百多個票 是很快 很快 真的很快 最初打算少搞 如果有百多二百人來搞 那個小的都已經很滿足 我怎麼知道原來 八場都八場 對 原來可以做到八場 八場 那有沒有考慮八場之後 什麼時候回來 我肯定不會再等十一年了 希望沒有 肯定不會再等 希望沒有 對 多謝回來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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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